I'm scared Never be afraid 家是避风的港湾 家是疗伤的圣地 家是我们有时候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 家也是最温柔的桎梏 长辈们一句为你好 就能扼杀无数的可能性 我们该如何保留家的温存 又该如何打破家的禁锢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故事 疯狂原始人 瓜哥一家是血区的原始人 为了躲避外界危险 一家人战战兢兢 生活在黑暗的洞穴里头 附近原本还有其他人家 后来都被动物消灭 只有瓜哥一家 靠着他的小心警镇 在这里存活下来 瓜哥给家人定下许多规矩 好奇心被视为危险品 属于被禁止的存在 然而一场巨大的浩劫 即将永远地改变这个家庭 外出秘食是 瓜哥家少有的户外活动时间 一般是瓜哥出来打头阵 大女儿之光妹打二阵 确认外面安全后 家人才会陆续出来 一家人野心为逊 还保留着少许四脚走路的习惯 这次的秘食目标是一颗鸟蛋 一家人不说好捕猎阵形 开始了偷蛋计划 儿子负责取出鸟蛋 却被鸟妈妈中途拦截 小女儿兴助鸟妈妈注意力 母亲瓜姐趁机抢夺 围观了小艳术 加入战局 上来抢走了鸟蛋 奶奶从后头杀出 重新夺回鸟蛋 却被狐狸群围住 将鸟蛋打击过去 追光妹早已做好埋伏 轻松追回了鸟蛋 一群蝙蝠围了上来 追光妹将鸟蛋扔给瓜哥 各方势力在后头紧追不舍 儿子不慎惊醒沙漠霸主 大黑猫 母马像也被吓得奔跑逃命 瓜哥将家人送上橡胚 自己也爬上橡胚 一同逃亡 大黑猫在后头紧追不舍 幸好前方身体缝隙狭小 一家人穿过缝隙 这才摆脱了黑猫 鸟蛋个头不算太大 一家人一人一口 轮到瓜哥时 只剩最后一点蛋清 瓜哥笑着扔掉蛋壳 表示自己还不太饿 时间已是日落时分 夜幕即将来临 瓜哥招呼家人赶紧入洞 避免可能的危险 只有追光妹在外头 追着最后一缕阳光 瓜哥在洞内催她进来 追光妹转身回洞 却被陌生的鸣笛勾起好奇心 再次攀到岩壁高处 大黑猫突然出现在洞穴外头 瓜哥用石块拖住黑猫脚步 总算让追光妹成功劲动 瓜哥顺时来了一波唐僧念经 不要好奇 不要冒险 不要忘了恐惧 是恐惧让他们活了下来 追光妹烦透了瓜哥的念经 还有他编色的那些恐怖故事 但是却无力改变这个家庭 半夜时分 追光妹从睡梦中醒来 红色的亮光勾起她的好奇心 将她引到了洞外 追光妹追着亮光一路前行 在峭壁上发现了燃烧的火把 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火焰 对这种神奇的事物大感惊奇 峭壁上有一只小象 追光妹将小象摔倒在地 发现底下竟藏着一个陌生人 我们就叫她火种哥 火种哥没有家人 只有一只杂技猴和她搭档 她给追光妹带来讯息 这块大路将被岩浆吞没 他们必须赶紧离开 追光妹惦记家人 不愿和她离去 火种哥递给她一个号角 只要吹响号角 自己就会过来找她 只光妹向家人告知奇遇 奏响手中的号角 不料家人却将其夺下 打烂了这个危险的小玩意儿 号角虽然被砸烂 危险却并未避免 火种哥预言的地震 不期而遇 一下人居住的洞穴 在地震中瞬间倾塌 旧家虽然没了 一个崭新的世界 却映入眼帘 瓜哥对新世界心怀位置 不敢情意前行 黑猫从后方施压出 逼着一家人来到了新的世界 新世界充满了 他们从未见过的奇争异物 瓜哥带着家人小心前行 在丛林中寻找 可以安身的洞穴 外路上遇到一脸转向的猴子 瓜哥摆出架势 吓唬猴子 却被猴子一顿海边 正揍得开心时 猴群却突然四散离去 原来是来了一只花斑虎 一家人赶紧爬上旁边树桩 没想到竟是一只动物脚丫 带着他们跌进了草地 草地上有一个很小的洞穴 一家人赶紧躲进洞穴 没想到却是河马的大嘴 最后从鼻子里喷了出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河马纷纷闭上大嘴 火红的狮鸟从草地中冒出 结成了庞大的阵型 只是一流烟功夫 一只河马就被吞噬殆尽 追光妹眼尽情势危急 捡起路上的牛角锤揍起来 佛种哥听到号角声 急忙赶来援助 他摩擦火时 点燃了手中的火把 狮鸟朝他们疯狂用来 却因为这火把纷纷避开 神奇的火把引起家人的好奇 儿子屁股不小心沾到火源 点燃了周围的草地 还有巨大的玉米棒 玉米棒化身导弹 带着一家人飞到天上 在空中爆出绚烂的火花 玉米粒被火焰烤熟 成了一颗颗香甜的爆米花 足够一家人吃上很久 华哥对佛种哥心怀敌意 不过看他有利用价值 将他塞进原物 带他一起前行 佛种哥有很多求生技巧 他会用陷阱吸引猎物 然后用火将猎物烤熟 瓜哥一家第一次吃到烤熟的食物 馋得根本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后 一家人继续感悟 瓜哥扛着火种哥 缓慢前行 不小心将他摔到珊瑚丛中 火种哥穿着鞋子 可以随意踩他 花哥赤着双脚 只能忍痛前行 火种哥本想一走了之 又不忍心看他们被岩浆吞噬 只好折转身来 和瓜哥谈起了条件 瓜哥答应扔掉原物 火种哥帮他们做好鞋子 这样一家人就能随意行走了 前进路上再次遇上毛猴 瓜哥又想来硬的 却被火种哥用香蕉轻松搞定 遇上花瓣虎也不用再怕 高潇让老虎没有办法 下雨也没啥大不了的 火种哥早已被好雨伞 使下世界并不可怕 那里是另一片乐园 火种哥担心一起找路太慢 给大伙发下贝壳 建议大家分头找路 瓜哥却表示坚决反对 他得确保家人的平安 大家必须一起行动 争执不下之时 海啸却翻轨而来 将他们推进地下岩洞 岩洞世界别有洞天 昆虫会被植物猎食 青蛙嘴里会长出花朵 伪装成植物模样 火种哥和追光妹 享受着二人世界 两只手第一次触碰到一起 大概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远处的火光 预示着危险的靠近 火种哥带领瓜哥一家爬上树巅 在那里 他们第一次仰望星河 从此以后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头上的星辰大海 瓜哥感觉自己 渐渐失去家人的信任 为了证明他的脑子 瓜哥想出许多新奇的发明 比方 蛇座的腰带 石板照相术 还有不见光的墨镜 事实证明 这些点子 都是些失败的创意 看来还是得让火种哥带路 一行人渡过湖泊 终于来到 一直找寻的双风 刚一登陆 后方就有火山爆发 瓜哥条件反射 想向家人带进湖边洞穴 这一次 家人却拒绝了瓜哥的安排 见识过清晨大海之后 他们不愿再回到洞穴 苟且度日 瓜哥将这一切 迁怒在火种哥身上 想要拿他出气 两人你追我逃 不慎跌入一片 郊游里头 郊游年性十足 即使瓜哥也无力挣脱 绝望的两人在这里 达成了和解 火种哥灵机一动 想出一个鬼点子 他们伪装成雌性老虎 赢了花斑虎注意力 花斑虎过来拯救雌虎 顺带将两人 拉出了浇油池 假老虎让花斑虎十分生气 咆哮着向两人冲来 结果尾巴被浇油粘住 直接反弹了出去 大地震距离双峰越来越近 瓜哥看着眼前的大裂缝 决定听从火种哥建议 去到陌生的新世界 他们来到山巅 打算去到对面道路 此时大地震彻底爆发 一行人走到中途 前路就被撕裂 瓜姐本想带大家重回洞穴 瓜哥却站出来鼓励大家冒险一试 火种哥主动承担了先锋 瓜哥使用全身力气 将他跑向对岸 结果证明 这次冒险是对的 火种哥成功抵达对岸 瓜哥将家人一个个跑到对岸 只剩追光妹和父亲一一道别 大地震让追光妹有些害怕 父亲鼓励他不要恐惧 将他扔向了对岸 家人都被瓜哥送到对岸 他自己却滞留在旧大陆 大地震愈演愈烈 瓜哥只好回到洞穴避险 他在岩壁上画下家人的样子 在他心里仍然和家人生活在一块 调皮了花斑虎也躲进了洞穴 他被外头的地震吓到 和瓜哥成了一对搭档 洞穴外传来家人的号角声 瓜哥担心家人遇险 拼命在脑中想起点子 没想到真被他想了出来 他故意引来食人鸟注意 然后和老虎躲进骨架里头 靠着手中的火把充当操纵感 指挥着食人鸟前行 火山熔烟朝他们疯狂涌来 骨架也被吞没在浓烟之中 一家人看着对岸的滚滚浓烟 不仅奏响了悲鸣的号角 这是为一位英雄父亲送上了赞哥 正在哀伤之时 瓜哥却随着骨架飞了过来 只光被冲上去一把抱住瓜哥 一家人终于迎来了团聚 家中还增添了两名新成员 头脑好使的火种哥 还有调皮的花斑虎 一家人看着眼前的碧海蓝天 开始了他们的新增长 疯狂原始人是一部轻松欢快 又让人无比感动的 何家欢电影 瓜哥是一位伟岸的父亲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家人 只不过这种方式 有时候会适得其法 前妻的固执保守 差点让家人陷入了毁灭 但是当他打破旧思维之时 却成了一家人的开悟先锋 带连家人迈入了新的世界 咱们国家自古以来 就有着浓厚的家族观念 对于家庭的渴望 早已深深植根于国民潜意识 但是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清老观念的冲突 却屡屡让原本温存的家庭 成了让人畏惧的温柔陷阱 希望这部电影能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后辈能理解到长辈的初衷 长辈能发展自己的思维 带领着和睦的家庭 走向属于我们的清晨大海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奇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我们下期再见